相比起女演员一不小心就被安排进鸭头角 其实刚有一大批男明星强行装盾就不自知 因此造就了天雷滚滚的童子角 有哪些男演员饰演过超龄少年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男明星半论有多可怕吧 有许多男演员在年龄超过太多 又不能依靠演技弥补缺陷的情况下扮演男高中生 最后让角色显得十分违和 分分钟让观众出戏 最近42岁李晨演了17岁中学生的词条登场的热搜 引发集体吐槽 电影超越理 李晨这位中学生顶着钩盖头 眼神呆滞 除了皱纹严重让观众感叹 李晨皱纹都差不多有17条了 还有装饰的肩膀和发幅的肚子十分瞩目 总之完全看不出17岁少年的青春和活力 李晨以短短几秒的心头 成为娱乐圈的明星般嫩的反面教材 而她的好兄弟杜淳也以39岁之姿 在先生们紧密证里 穿上校服演起了高中生 顾盖头加上黑光眼镜貌似是高中生标配 只是她那过大的眼带和古大仇深的表情 怎么看都不像是学生 反而充满班主任的即时感 其实和她搭档的女演员王小陈 也已经32岁了 可王小陈穿起校服熟起高马尾 将没有肚神那样浓重的违和感 此外电视剧大行复本来被观众寄予厚望 但没成想 这部剧却从一开始的8.9分 快速的下降为7.6分 其中最为人诟病的 便是张鲁一饰演的13岁嬴政 张鲁一本是中年男演员里的实力派 可是这部剧 就让她败坏了不少路人员 事实上张鲁一已经40岁了 剧中张鲁一需要对着只比他大7岁 演他父亲的演员信伯欣说 爸爸我还没有成年 我不要当皇帝 还需要蹦蹦跳跳的 对着比他还小4岁的演员猪猪叫母亲 就算后期旅行再厚 也难演张鲁一的成熟与老程 观众时时刻刻的在出戏 而他的失败无关演技 是相差30岁的落差感将观众劝退 虽然导演组也帮张鲁一解释 如此重的戏份和深沉的笑量 需要有厚度有精力的演员来称 但上一位饰演少年嬴政的 是演艺圈遗珠翁翁斐然 当时12岁的他把少年嬴政的 音质忧郁全都刻画了出来 他坐在王位上 演身里些是披霓天下的霸气 这样的嬴政 才是那个成就雄徒霸业的少年帝王 两相对比 张鲁一如何能说服观众 上阳父让张子怡和杨佑宁饱受争议 却忘了38岁的周一维饰演的少年将军 也十分为和 男主萧綦16岁从军 18岁身为参秦 以20余岁的年纪拿下赫赫公军 捅设百万兵马 但周一维的长相本就老成 加上有点壮硕的神才 丝毫看不出少年之感 而略显油腻的脸 也让这个霸气的角色 失去了很多惊喜神 甚至被网友称为大兴在套有物 虽然周一维的演技在线 饰演好了乡亲这个人设 但若是谈到书中的一代少年肖雄 肖琪 却不免让观众直呼可惜 反观刘浩然在《风起场》里里出演的 《萧萍金》就担得起少年将军的称号 《萧萍金》前期是 肆意张扬 乐观快乐的少年郎 心里自痒痒的少年想场无几 因此要想完美呈现一个角色 除了演技 确实还有考虑年龄与形象的符合度 《泡沫之下》是多年来 吃瓜群众津津乐道的神剧 黄小明也因为这部剧至今被钉在赤鲁柱上 剧中32岁的黄小明 饰演17岁的高中生洛西 洛西从小生父不明 又被母亲抛弃 带有极致的脆弱感 小说形容她的容貌为 薄形处的肌肤细致如美词 但黄小明却与细致美词这四个字毫无关系 尤其是当她顶着厚厚的假发套 邪美一笑时 犹豫感扑面而来 这一幕也被网友调侃为 开辟了邪美狂监视霸总的先河 好在如今的黄小明受身成功 少了些油腻感 而且只要她不故意耍帅 她的颜值还是在线的 林峰这位师弟在TVB中 出演过许多优秀的作品 比如《大唐双龙传》 《唐亲风暴》等等 喜欢她的观众众多 她的口碑也十分优秀 但是她在《独物天下》里 演的少年黄太奇 却引起了一小部分观众的争议 林峰自带贵公子的华丽气息 对成熟稳重的角色加薪就熟 但对于少时的黄太奇 却少了一分智能 剧中前期 小她十岁的唐一新 却需要称呼38岁的她 为小机灵鬼小屁孩 这让不少观众感到违和 好在林峰用表演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 《网荒记》里 刘凯薇以42岁的年纪 饰演青森少年 这部电视剧改编自经典线下小说 书中主角季宁 历经种种艰难和磨难 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季宁本是一个 意气风发的17岁少年 和42岁的刘凯薇 与原著中的拼拼少年相差甚远 衰去了前期少年的懵懂 只剩下深沉与内敛 虽然刘凯薇颜值过关 但25岁的年龄差 却是演技无法弥补的 刘凯薇眉先的转闻 刘凯薇不像是一个17岁少年 该拥有的 再加上他的古装造型 不如现代剧亮眼 虽然莫少谦是一代经典的 斯文败类型霸总 但今年却成了他职业生涯的低谷 去年 还有一部李依童 与陈坚冰合作的 忘年恋偶相剧 那时 李依童为宣传电视剧 做客刘涛直播间 他调侃地说 陈坚冰老师的闺女 然后她的父母 演她老婆 演她老婆 剧中 21岁这样巨大的年龄差 使得两人同框 俱向妇女 文系的画面 更是让不少网友直呼 看不下去了 虽然陈坚冰老师 没有过于本嫩 但还是希望 他都多用实力 带给我们 像《真华传》这样的好作品 而不是投身 与不适合自己的都市偶像剧 但最怕的 还是中年的明星组团回春 在电视剧 生逢灿烂的日子里 50岁的男演员们 组团演20岁的少年 可爱的是 张嘉一被记者问到 良心不会痛吗 张嘉一表示 进座后发现大家都挺大的 我就放心了 还有综艺追光吧哥哥里 虽然每个哥哥都很努力 但呈现出来的画面 确实有得过分 可后台的男演员们 却觉得人渣了 互相捧场不亦乐乎 节目不仅没有带给观众惊喜 反而带来了不少草点 虽然反面例子壮多 但也有许多男星 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有的演员即便年纪大了 但他依然能够演出年轻的感觉 这或许是他的实力水平高超 也或许是演员自身 始终没有失去童真 比如张卫健 张卫健在选择提成光头之前 是一名颜值超高的男神 虽然后期提了光头 但也丝毫不影响他的魅力 而且他的颜值保鲜期超长 电视剧《少年英雄方式玉》里 34岁的张卫健 饰演18岁少年 活泼与朝气始终贯穿 青春感十足 心灵聪明的方式玉 在他的演义下 完全就是一个 活力四射的少年郎 自然且不作作 随后他出演 《齐天大圣孙悟空》时36岁 《少年张三丰》时37岁 谁能想到 调皮莽胀的孙大圣 已经这个年纪了呢 谁又能想到 《风神君朗》的少年张三丰 已经年轻40了呢 张卫健的角色大多跳脱 但他却丝毫不会给人油腻感 许光汉在这个方面的表现 堪称出色 90年出生的许光汉 其实已经31岁了 但观众却很难 在他身上找到年龄的痕迹 他依然可以自然地 饰演17岁高中生 那时《想见你》中的 李子维横空厨师 与众多女生年少时 心动过的男生别无二知 连一同搭等的 何嘉燕也评价 他非常适合演高中生 而在五一档电影《你的婚礼》中 许光汉从高三男生 年到15年后的体育老师 让观众再次为他的 少年感所折服 校园区《最好的我们》里 除了26岁的谭松韵 出演高中女生毫无违和感 还有扮演陆星河的王月新 比谭松韵还大一岁 当这个男孩穿上校服 坐在高中校园里 谁能想到他已经27岁了呢 王月新身上不济的少年感 与陆星河这个角色不谋而合 通过他的演绎 没有等到耿耿的陆星河 成为了许多观众心里的遗憾 还有一个不得不及的人 是罗云熙 曾经是芭蕾舞者的他 拥有不凡的古典气质 和修竹般的乙胎 因此他在27岁时 出演的少年和乙城毫不出息 剧中 干净的少年坐在书下看书 被招摸上的镜头捕捉到 也被众多少女的心捕捉到了 后来饰演小蜜的润玉时 龙云熙已经30岁了 可润玉同样静冷出城 堪称惊艳 虽然已经过了30岁 但龙云熙仍然能用美好来形容 他的干净与少年起 一直不曾被磨灭 虽然男演员因为装嫩 被送上热搜 实说罕见 但现在看来 其实有不少男星 在危险边缘试探 最后 其实男星也是可以出演不是灵的角色的 只是需要适度 30岁的男星 如果拥有天然的少年感 再加上演技狭乘 完全可以饰演少年而不为何 但一旦超过40 甚至50 再出演少年 那时间的隔阂 是无论用什么都无法磨平的 在女演员们因为年龄 身材等等因素 被不断苛求的当下 也希望男演员们 能够正视自己适合的角色 并且对自己的各方面条件 提高要求 你们如何看待 演员超灵出演角色呢 娱乐圈里很多男明星油腻发福 却不影响他们的戏路 相比之下 娱乐圈对女明星则比较苛刻 年龄增长成为他们最大的焦虑 周迅拍摄电视剧《如意传》 因为剧情需要扮演一级少女 被追着骂了大半年 她也曾爆料过 因为变老 每天都会躲在被子里偷偷哭泣 其实很多女明星 用着最好的化妆品 甚至靠着剥尿酸 才能保持青春美丽的样子 一起靠医美手段涌住青春 有些女星则备受上仓垂怜 天生长着娃娃脸 欢迎回到谜语场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那些 少女感十足的女星 第一位 谭松韵 谭松韵出生于1990年 她被大众所熟知 得益于电视剧《甄嬛传》 她在《甄嬛传》中 扮演的唇儿清纯甜美 把角色演得活灵活现 剧中的唇儿14岁进宫 谭松韵作为唇儿的扮演者 已经有22岁 因为有一张甜美的娃娃脸 谭松韵不仅没有违和感 反而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 2016年 谭松韵和刘浩然 共同主演了网剧《最好的我们》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谭松韵开始走红 彼时谭松韵已经26岁 扮演的高中生甜美可爱 不刻意 不做作 俘获了无数男高中生的芳心 这几年 谭松韵也始终不见老 或者说始终不见长大 她始终有着少女的活力和状态 加上自大婴儿肥的娃娃脸 都让她少女感十足 2020年 谭松韵做客综艺节目 向往的生活 节目中的谭松韵 与张子峰热情相拥 两人相处甚好 宛若双胞胎姐妹 张子峰还未参加高考 谭松韵与其站在一起 甚至看不出年龄大小 谭松韵的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 每每看到她 都像是吃了一颗橙子 补充水分和维C 更令人甘甜清爽 第二位 张涵韵 张涵韵是2004年超级女生的季军 凭借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 成为了第一届超级女生中最火的一位 距离第一届超级女生 也有将近20年了 虽然张涵韵未能像张亮颖一样 成为华语天后 但依然活跃在观众视线里 由于出道比较早 很多人以为张涵韵已经很老了 其实不然 张涵韵出生于1989年 参加超级女生之时只有15岁 现如今张涵韵已经32岁 算不上老 却也不是少女了 不过张涵韵有着与年龄不符的长相 尽管已经有32岁 长相却宛如20岁的少女 出道17年 张涵韵不仅出了很多唱片 参加了很多综艺 当过主持 同时还拍过很多戏 张涵韵参演过《兰陵王妃》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饰演的角色都非常灵动脱俗 这几年 她一直活动在大众视野里 大家见见了张涵韵从妙龄少女 成长为婷婷玉立的大美女 时间似乎在她身上停滞不前 张涵韵没有任何老去的迹象 一直都是二十几岁的样子 第三位 宋毅 宋毅与张涵韵一样年纪 都是1989年生人 也都是天然去雕饰的少女 宋毅出道晚些 20岁参演新版《红楼梦》 饰演相邻一角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参演了多部电视剧 她演过众多知名电视剧 山楂树之恋 伪装者 庆余年 坠绪等 且大部分是主演 因为精湛的演技 宋毅作为实力派女演员 受到不少观众的认可 但是作为演员 长相和身材也同样重要 宋毅的娃娃脸 为她的演技加分不少 不同于张涵韵动漫女偶像的长相 宋毅脸型娇小可人 更像是洋娃娃 同样32岁的宋毅 在她的脸上似乎看不到年龄 更看不到年龄的变化 有一种女孩如同芭比公主 每当人们看到她的第一眼 只会觉得这个姑娘非常漂亮 根本没人会去猜测女孩的年龄 恰好宋毅就是这一种 宋毅不爱炒作 虽然是多部爆火电视剧的女主演 却一直没有多大名气 是金子总会发光 宋毅有着清纯甜美的长相 精湛的演技 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观众熟知 第四位 林依晨 林依晨也有着一张甜美的娃娃脸 而且她的娃娃脸 是典型的台湾偶像剧女主脸 林依晨20岁主演了偶像剧 18岁的约定 正式进入演艺圈 随后一直担任偶像剧的女主演 后来与胡歌一起主演了古装神话偶像剧 天外飞仙 打开了内地市场 后来又回到偶像剧 主演恶作剧之吻 成为台湾偶像剧甜美风的代表 出演多部偶像剧 林依晨作为台湾偶像剧女王 离不开她甜美清纯的长相 从20岁到30几岁 十几年间 屏幕上的林依晨 长相和声音都没有任何变化 神奇的是 如今39岁的林依晨 扎起马尾辫 与20几岁的原相情 竟看不出有多大差别 林依晨出道之时 拿过台湾运动会的冠军 那使得她活力满满 像一只美丽的小鹿 几十年过去了 林依晨每每出现在镜头前 依然是活力满满的少女感 这也许是她演偶像剧十几年 却没有被观众诟病最重要的原因 刚谈松韵一样 有着一张可爱娃娃脸 且青春感保持到30岁的 还有鬼鬼 无印杰 鬼鬼出生于1989年 2005年参加 《我爱黑色汇》节目出道 不久组成黑个儿组合 刚出道的时候 鬼鬼才16岁 脸上有些婴儿肥 加上自带的软糯感和本身性格的活泼 鬼鬼一直走的都是可爱路线 那种可爱是由内而外 并不是为了立人设而装出来的可爱 后来 鬼鬼出演电视剧《路贞传奇》 并以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重新翻红 赚足了大量的人气和流量 16年过去了 当年看着他们出道的观众老了 鬼鬼却还是当初那般模样 名目好齿 活力满满 治愈系笑容能把人瞬间融化 在综艺节目《明星大侦探》中 节目里各种鬼马少女的妆容和二次元的造型 他都毫无违和感 甚至有粉丝调侃说 无论衣服的配色有多乱七八糟 只要他的笑脸buff一开 衣服都立刻变好看了 第六位 陈一涵 陈一涵被大众熟知 是在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上 节目中的陈一涵 每天都要早起跑十公里 行程安排得再多也不会觉得累 被观众称为活力少女 她的活力并不是在节目中的刻意展示 在她的社交媒体上 有很多与好闺蜜张军宁 共同运动 共同徒步旅行的很多照片 两人都是元气满满的少女 陈一涵与张军宁童年出生 都是39岁 张军宁女人味十足 陈一涵则更像一位少女 她的少女感不仅来源于本身的活力 更得益于脸上的婴儿肥 使得她看起来有一张娃娃脸 第七位 吴倩 吴倩迎出演《鹿顶记》 饰演穆建平天真烂漫 被不少观众喜爱 从而走红 可以说 吴倩走红的原因有二 其一是她自然不做作的演技 更重要的则是她那张人畜无害的娃娃脸 吴倩的脸型很小 眼睛却很大 浅浅的黎窝更是加分不少 笑起来像三月的桃花 粉嫩娇巧 不得不承认 女明星长得漂亮确实很重要 吴倩天真无邪的长相 也成为事业最好的助力 在电视剧《我只喜欢你》中 饰演高中生赵乔依 毫无违和感 青春靓丽 可惜的是 吴倩在与张雨健结婚 并生下女儿后略显皮态 衰老感十足 很难在她身上找回当初清纯的少女感 事业也不再像以前一样红红火火了 第八位 郑爽 在被封杀以前 郑爽大部分主演的都是青春偶像剧 凭倩一起来看流星雨 初道级巅峰 郑爽被评为90后四小花旦 随后郑爽戏录固定 演了十几年的青春偶像剧 夏至未至 微微一笑很清晨 青春痘等作品 与出道时的一起来看流星雨如出一辙 有网友评价 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 郑爽和四个男生一起玩 长大了还是看到 郑爽和四个男生一起玩 同时也有网友指出 郑爽十几年演技几乎没有过进步 还是抿嘴瞪眼那一套 郑爽能十几年主演偶像剧 却没有演技 最大的原因就是她那张青春的脸 郑爽的脸上肉嘟嘟 扎起马尾变 完全就是女高中生的形象 岁月流逝 郑爽脸上的胶原蛋白却没有流失 始终让她的脸肉嘟嘟 保留女高中生的形象 可惜郑爽本有大好的前程 却因贪心和一系列的丑闻断送在自己的手上 对女明星来说 漂亮只是先决条件 还要有演技 能吃苦 人渊好 才能长久地红下去 相比来说 娃娃脸的女演员要吃香很多 因为少女敢保持的久 戏路也会久一些 希望女演员们在之后的演艺生涯中 能够珍惜自己的长相 好好保持原则 输出好作品 千万不要向某些劣迹一人将前程毁掉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还知道哪些少女感十足的女性呢